各位,明天就是周年庆典的日子了,大家都做好准备了吗? 放心吧,大姨妈,我已经收拾好行李了,还带了很多捕捉崩坏兽的装置呢。 不知道我们会不会遇到没见过的崩坏兽呢? 布荣娅已经把想买的游戏都加入购物车了,随时都可以下单。 我再做一些便当吧,明天可以在路上吃。 谢谢,阿姨,我想要大份的便当! 好好好,知道了,知道了。 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,特别是舰长,为餐厅提供了很多帮助。 舰长做的料理也很好吃呢。 这些天,餐厅赚了不少资金,那么接下来我来清点一下结余。 不知道会有多少结余呢? 一定有很多吧,来来来,我们先挑选一下游轮的样式。 等等,先让布荣娅要把游戏下单。 我说你们两个不要那么着急嘛,等我算完结余再说。 嗯,首先扣除厨房的维修费,食物中毒的医药费,和边做料理边吃造成的食材消耗。 诶,大姨妈的脸色忽然变得沉重起来了。 资金好像比预期的少了很多。 会不会是计算有误? 不对啊,我应该没算错啊,怎么可能只有这么点结余呢? 诶,也就是说…… 也就是说,我们想要举办一场特别的周年庆典的鸡花泡汤了。 呸,怎么会这样? 都怪我,要是能更小心一点就好了。 其实也有我的原因,我应该把菜谱写得更详细一些才对。 不,牙医已经写得很清楚了,都是我不好。 凯亚娜,别太自责了。 其实制作料理的过程中,偶尔犯一些小错误是很正常的事。 我也有失误的时候,有时候不小心多放了盐,没掌握好火候什么的。 多做几次,慢慢就熟练了。 是啊,而且有些时候,失误的配方也许会带来意外的惊喜也说不定啊。 好了好了,大家都不要难过了。 有了这次的经验,下次再继续努力不就行了? 诶,舰长,你说的是真的吗? 嗯,舰长说的很有道理。 诶,我好像闻到了一种很好吃的味道。 其实,是我和鸡子老师烤的蛋糕,现在应该差不多烤好了。 本打算带在路上吃,现在看来,或许当作周年庆典的蛋糕也不错。 哇,好大的蛋糕! 大家要一起来给蛋糕涂奶油吗? 好呀,我来试试。 只要涂抹均匀就好了,对吧? 可以画一只奶油红母吗? 当然可以,就用这只表画带吧。 对了,一会儿我们一起拍一张合影作为邀请函的封面,邀请大家一起参加庆典吧。 诶,罗杰莉亚和莉莉亚呢? 他们两个又跑到哪里去了? 好像刚刚还在外面贴海报来着,我去叫他们。 罗尼亚不要再玩手机了,来拍张啦。 啊,罗尼亚刚刚发现,我们餐厅的网站下面有好多评论。 评论都说了什么? 最喜欢麻辣龙虾泡面,还有崩坏瘦小饼干和火辣辣包菜球,深夜打游戏必备,辣辣的好过瘾。 推荐阿姬奶黄包,和蓝莓樱桃绵绵冰。 造型可爱,味道也很好,转呼呼的阿姬奶黄包最棒了。 海鲜龙汤真不错,没什么精神的时候喝一口热乎乎的汤,感觉整个人又好起来了,果然好吃的食物是能治愈人心的。 下面还有很多很多评论,罗尼亚就不一一读出来了。 太好了,看来大家很喜欢我们做的料理。 不如明天推出全新的苦瓜健康套餐好了。 那个,普罗尼亚觉得苦瓜套餐风险很大,还是不要轻易尝试比较好。 怎么会,明明很好吃啊。 舰长先等一下。 舰长也一起来喝饮吧。 如果说,过去的一年中谁最应该被感谢,那个人一定是舰长。 皮亚娜说得没错,我们也希望能和舰长一起纪念这一刻。 没关系,多拍几张就好了。 就算不完美,也足够有纪念意义,对吧? 舰长,一起来吧。 西儿,卢泽丽亚,莉莉亚,快点过来拍照啦。 嗯,这就来。 五周年快乐! 凯奥娜 快过来一起吃蛋糕吧 哦 我把这些照片摆好之后就过去 这是最后一张了 放在这里应该差不多了吧 照片上的大家都笑得很开心呢 我们背后好像有个奇怪的影子